马天宇老婆是谁 婚学女儿曝光 二爷鸟变磁铺 威食小工具 画面好有爱 马天宇的婚学女儿曝光了 二爷啥时候背着我们羽毛们生了个女娃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马天宇究竟隐活了多久 马天宇的婚学老婆又是什么来头呢 网报马天宇的婚学女儿事件 到底是真是假 马天宇自从参加加入好男儿选秀成名之后 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妖言也是满天黑 一组马天宇婚学女儿的照片最近网络上疯传 立马在朋友圈炸开锅了 马天宇可是一直处于未婚状态 胡端端怎么多出个婚学的女儿呢 这着实有些让人出乎一道 说到多年 马天宇凭借俊朗的外形和儒雅的气质 圈粉无数 而他的婚事也成为网友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马天宇混血女儿曝光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原来这个混血女娃其实是马天宇朋友的孩子 碰巧当天有事离开 便请马天宇和照片当中的外地女子一起照顾小宝宝 所以才造成了误会 早前身穿黑色衬衫的马天宇在京城 使馆区附近于戴墨镜的外籍美女 即看似周岁左右的混血小贝比 在某餐厅门前共享下午茶 其间马天宇不仅将小宝宝包在自己怀里 逗其开心还不是拿手机拍照 小宝宝在马天宇怀中熟睡之后 他又与身旁的外籍美女亲密攀谈 二人甚至用 二人甚至用两只吸管红索一杯果汁 感觉关系非常暧昧啊 在小女孩醒来 只见马天宇拿起桌上的食物 一口一口的挥起来它 看起来十足的经验 看起来十足像经验丰富的奶爸呀